词曲 李宗盛 不再情紛争 人说江湖险 我说这江湖尽欢言 只有没人没求 没进入我眼 人说江湖怨 我说这江湖在心间 陛下一二次语 手中刀剑 听说江湖险 我说这江湖尽欢言 只有没人没求 没进入我眼 人说江湖怨 我说这江湖在心间 凭下一二次语 手中刀剑 我说这江湖 别挡着我 得把我帮他 别挡着我 你咱们给你 我 别挡佑 下来 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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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你是谁 就算你是封四娘 我谢老二也不怕你 来啊 跳起来跟我们打呀 是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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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们是欺负我 没穿衣服啊 除非你洗澡的时候也能杀人 你们瞧瞧我这双手 它像是会杀人的手吗 一点儿露不下 我也觉得不下 可是有的时候很奇怪 这双手啊 他偏偏的就会杀人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偷看老娘洗澡 是会掌军眼神 别杀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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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们 救救你 救救我们 快 快救救我们啊 救救你 救救我们 我知道 你把他们都杀了 是为了让他们少受点痛苦 这神刀花瓶的心肠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 封四娘 别跟我斗圈子了 说吧 找我干什么 因为啊 我想你了 封四娘 别跟我来这套 你是我命中的灾星 从十年前开始 我就知道 若是有一天你来找我 铁定不会有好事 好个花瓶 快言快语 好吧 那我就老实说了 我听说这几年你的武功 是大有长进的 那太原一战 你与高飞比武 不出三招 你就把它给解决了 我还听说 太行双刀的丁家兄弟 也躲不过你的一刀之威 看来你的刀法 是越来越快了 我这次入关 就是想亲眼瞧瞧 你的刀法 到底快到何种程度 我的刀是用来杀人的 不是用来看的 那如果 我偏要瞧瞧呢 你们下 limited刀法 看我 却来 小心 我 好 这个 是 哎呀 果然厉害呀 可是 可是什么 这江湖人嘛 都知道 你神刀花瓶 左右开弓 出手双飞 可是我更知道你的底细 你的左手刀比右手刀 快得不止一倍呢 你何不让我见识见识 你的左手刀啊 你一定要见我的左手刀吗 我一定要见 否则 死不瞑目 谁敢的 谁比你的左手刀还快 是你的老朋友 消失一郎 哎 少爷 这个主意不错呀 咱们把这个五彩凤冠锁在铁笼里 看那消失一郎有什么办法 消失一郎至今从未持过手 咱们不可以掉以轻心 说来也挺奇怪 这个消失一郎 他在每次偷东西之前 都要大张旗鼓地告知对方 今日午时 请将五彩放官奉上 消失一郎 时辰快到了 消失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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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明山 出手 少爷 这只是一辆马车 放进 开锁 好 少爷 还在 我们先帮她 你 来啊 来啊 驾 驾 驾 今天又是七月十五了 真倒霉 我怎么会在这一天出生呢 难道我真的是个女妖怪 三十岁了 一转眼我就三十岁了 三十岁了 这三十岁了 六十岁了 三十岁了 四十岁了 算了 很 serial 一出阳关三千里 从此萧郎适路人 封四娘 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中原节鬼门开 我就知道你这鬼 肯定得跑出来 这么凶的女人难怪夹不出去 消失一朗啊 消失一朗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是吗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我还一直以为 你很想嫁给我这个混蛋呢 嫁给 对啊 全天下男人死光了 我都不会嫁给你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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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顶长孙皇后的副官 是你专门偷过来 送给我的 没错 喜欢吗 喜欢 那就好 走 请你喝酒去 好 嗯 这边这边 看这边 来Gun 这脸公子啊 看样子要去沈家订亲了 这里的人都没见过马车吗 马车什么好看的 姑娘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 马车虽没什么 但是这车里坐的人哪 却是我们这儿头一号的人物 金针沈家的大小姐 沈碧君沈姑娘 这沈姑娘马上就要订亲了 这夫婿呢 就是吴构山庄的主人 连成碧公子 别看这连成碧公子 年纪轻啊 却位列五林六君子之首啊 不但人品好 家世好 学问好 相貌好 论武功啊 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这两个人哪 那可真是郎才女貌 诸连碧合呀 可惜看不见人哪 真想一等 你突然从关外回来 还特意约我来这儿喝酒 说吧 千里迢迢来找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哼 哼 哼 我想让你 陪我 去偷沈碧君的嫁妆 嗯 啊 请啊 请啊 恭喜 恭喜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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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兄 朱兄 朱兄 柳兄 立兄 徐兄 感谢大家能够远道而来 这份情意成必自当铭记于心 什么宝贝值得冒这么大风险啊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沈家庄啊 机关遍布啊 一般人进去了 根本就出不来 再加上 沈飞云一旦变化阵法 哇 剑渠就死在里面了 哎 算了 还是改天再来吧 哇 哇 好匕首 蓝玉 这三王爷一向势无珍宝 连看都舍不得给别人看一眼的 哎 我怎么记得蓝玉是把瓷匕首 还有把熊匕首可叫做赤匣 哇 奇怪吧 嗯 被一把刀削断了 什么刀 割鲁刀 号称能一统江湖的割鲁刀 琴师其鲁天下共竹 得割鲁刀者得天下 割鲁刀就是沈碧君的嫁妆 是吗 可我怎么记得这割鲁刀在江湖上 已经消失了二十年了 没消失 什么 就在沈飞云手里呢 哦 我估计这连成碧想取沈碧君 就是因为割鲁刀 嗯 嗯 嗯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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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到沈家壮来挑衅萨姨 我等奉命前来恭贺沈爺 审盟主嫁女之喜 小的主人还有一份贺礼 送给连少侠夫妇作为订婚之礼 不知沈家庄赏不赏脸呢 口出狂言 不知沈家庄赏不赏 家庄赏不赏 参见盟主 参见盟主 沈盟主好功夫 对了 我家主人有一句话带给你 说 老来多见望 唯不妄相思 好 不求同生死 但求共归徒 小的一命带到 告辞 诚必 成婢 今日沈家遇险多亏有你 是夫人的处编不经 和大家的齐心协力 行了 你先去前面主持大局吧 我稍后就到 我 你还有事 今天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是已经看出来了吗 我只是猜到一个大概 可是他们来沈家庄的目的 怕是为割露刀来的吧 夫人 承毕认为 现在割露刀放在沈家庄里 十分扎眼 一定会惹上麻烦的 不如 不如 暂且由承毕来保管吧 心机吃不了热豆腐 死不了啊 你真厉害 以后封四娘 什么都听你了 别别别 你这脾气一上来跟个猎马似的 万一再踹我一脚 我受不了啊 猎马 猎马也有想歇脚的时候啊 你看这沈家庄 类似于太极八卦的布局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如果我是沈辈云的话 我一定会把 最想隐藏的东西藏在罪易设防的 昆卫 你确定 你确定 这就你说的藏宝室啊 我坑这儿的东西 没有一样能置上一两银子 这破玩意儿 给我当柴火手 我都嫌抢人 过来 好 哇 神嘞 你怎么知道它 这上面布满灰尘 只有这个地方 一尘不染 所以 说明这里常常被人摸到 可想而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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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沉呢这个 青天玄日绝命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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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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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拔紧的 哇 那一定就是格鲁道 格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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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怎么办 去哪儿 去 神殿 上锁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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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兵器在江湖上诗传已久 今日有幸一见 真是大开眼界 夫人 这个盒子里装的 可是割露刀 去看看 是 夫人 这是 割露刀已被四大高手护送 在入关的路上 别心急 迟早都是你的 是 夫人 成婢知道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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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吗 走 流氓 姑娘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怎么回事啊 这庄里 到处都是机关暗器 咱们不能再乱躲乱藏了 那你说 怎么才能逃出去 但凡我有法子 早就逃之夭夭了 谁还会跟你们一路 你这么瞧不起我们 别跟着我们呀 你 想逃出去 简单 拿着 什么 看我的 孟公公 人找到没有 暂时还没有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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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 是他们 他们要干什么 喂 伯娘 刚才我不是故意要伤你的 你千万别生气呀 喂 你怎么低我不分呢 小姐 那是我家小姐 小姐 大姐 据我警觉的观察 姑娘果然是武林第一大美女的 我 武林里的鸟多了去了 你才见过几只啊 我是没见过几只 可是最美的两只在我身边 一只戏穴热情呱躁 一只百灵婉转温柔 能与两位比翼双飞 我消失一郎实在是三生有限 闭嘴 闭嘴 无双 你私自放走小姐 可知罪 夫人 无双知道自己胆大妄为 可是无双看到小姐 平时活得太可怜了 才一时糊涂放她走的 我看你还真是糊涂了 你一个丫鬟 你不觉得自己可怜 你觉得你锦衣玉食的主子可怜 无双平时想笑就笑 想哭就哭 可是小姐 她平时连笑你都不允许 放肆 你懂什么 无双自至难逃一死 倒不如在死前说出心底的话 夫人 您如果平时对小姐多一点关心 她就不会逃走了 住嘴 还轮不到你一个丫鬟来教训我 来人 把无双拖出去 是 夫人且慢 我想无双姑娘一定是一时糊涂 才酿成了大错 请夫人看在成碧的薄面上 暂且放过她一次吧 你 倒替她求情 我只是在担心碧君 成碧怕碧君回来之后 发现无双姑娘因她受累 碧君一定会很难过 很自责的 才不 су 你打扮了 还不快谢过怜公子 不过若有下次 你自己知道后果 多谢夫人 多谢怜公子 无双姑娘 起来吧 臣臣 臣臣 我是想着 让你去接应四大高手 那 那碧君怎么办 我知道你挂念碧君 但现在 对于整个沈家庄而言 最重要的是 能平安送宝刀入关 因为割鲁刀 它不仅关系着沈家的荣辱兴衰 更关系着整个江湖的风云变换 尤其 现在连萧尸一郎这样的大道 都盯上了它 这入关之路 凶险至极 承笔明白了 可是碧君那边 其实凭金针护体 大多数的武林高手是奈何不了它的 我是想着 让它去江湖上历练历练 吃点苦头 也是好的 那承笔即可就启程 谢谢老板 拿蒜来啊 好嘞 全天下最好吃的牛肉面 赶紧吃 赶紧吃 太好吃了 快吃 不吃啊 我不饿 不饿 那这碗归我了 算来了 给 不吃面 也渴了 来碗汤吧 好嘞 你稍等啊 吃不吃啊 两碗面还堵不上你的嘴 可好吃了 要不然吃一口 两位告辞了 去哪里啊 订婚当日逃婚 沈夫人她不着急吗 她就是沈碧君 当今武林有如此清诚之冒者 还会有谁啊 金针乃沈家不传之绝技 姑娘的手法已经出神入化 既然你知道我是沈碧君 为何还答应携我出府 很简单 大美人要嫁人了 天下哪个单身男子愿意啊 多谢二位相助 你我并非同道中人 就此别过吧 喂 喂 喂 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我素不相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江湖十分凶险的 跟你们沈家庄不一样的 你要小心啊 这位大侠 告辞 喂 喂 真走啊 还看 人都走了 看什么看啊 看不见容颜 看看背影也是好的 真走啊 呸 小心了 今天开始我跟你绝交 绝交就绝交 喂 四娘 跟你说笑的你还真走啊 哎 四娘 女儿啊 是爹没用 爹没用啊 爹没用啊 姑娘 半夜醒来就不见人了 发现实实上 任一滴血都没有了 我姑娘也是不明奇妙的 姑娘 白套少医吧 我姑娘 一夕往日重现 残缺记忆里灭 你舍身换我 独一场街 忘却云书云卷 分别是年是年 写成故事中 两处缠绝 前不断空于千年 难忘却是你誓言 离不清宿命成前 付出你我今生绝恋 声声满声声叹 谈尽色无端 练波秋色指 一人独疲烈 练波秋色指 声声远声声叹 盼君遭归花 再与我共生 这青丝间双染 声声声声叹 声声声叹 声声声叹 谈情色无端 颠簸秋色指 一人独疲烈 声声远声声叹 声声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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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君走归还 再与我共生这青丝间双染 声声声叹 声声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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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叹声叹声叹